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停了一个时期 那是因为呢 我停的时候 是因为我完成这本书了 那有好几个都蛮多人买这本书 然后我就在YouTube 我的channel这里 每一天我都上38课 总共38课 我都一直不停的一直上课 就里面的每一题 我都跟 我都复习 我都跟你们复习 然后到了38堂课的时候 我就停 我停的原因呢 就是第一 这样多人买书 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天天都做练习 因为其中有一些做工人士 有一些是家庭主妇 所以都很多事情做 蛮别样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给几个星期 给他去做这个练习 那同时我也是给时间 给那些买这本书的人 可以一直看我的视频 看了再看 然后做练习 又再看又再复习 会比较清楚 比较明白 这样子 所以我就停了一个事情 那我现在就回来了 又重新跟大家见面 那在这个新的一个阶段 我还是会做grammar 我注重grammar 我不是做这本书 但是我是做里面 它的这个 它的 语法的内容 就是说 我还是按照这里 每一课 像我之前都讲过 你真的能够掌握英文 这38课已经足够了 因为就算你到第6第7课 也不会超过50课这么多 通常38到42 43或者45最多 你就已经是 语法的每一样 你该学的都已经有了 所以说 我在这个时候 今天是第二次 我来上这个新的一个课 我还是会按照这里的 那个 它的那个 语法的部分 每一个名字 common nouns 我开始的时候 现在就是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我都是跟着这个38 个不同的那个课 因为像我讲 你就是需要懂这38堂课 你一直复习 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复习 越做越深奥 那你就可以了 那 我也不必在这里强调 语法的重要性 偶尔我们写的文章 我们email给人家 不管在做生意 还是跟人家打工 还是自己需要在学业上 如果语法不好的话 其实你是很难表达 你要的东西 没有一个正确和对的文法 其实 你写多少个字都没用 因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在指什么时候 所以我 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掌握好你的语法 同时学单词 这样 应该基本上该会的东西都已经会 但是呢 虽然我跟这本书 它的这个 它的每一课 但是它的细题 它的练习题呢 是不一样的 今天你看到在白板 这个是昨天 我上课的时候 出的细题 这个是今天 也就是现在 我出的细题 跟这本书的练习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OK 我今天 跟将来 我教的这些课呢 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给它有趣 我就出细题 过后呢 我在新的一堂课就跟你讨论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有一点挑战 那你就可以看下 你多少提对 到底你 会还是不会 这样子 那如果会当然很好 如果不会也没关系 反正都是在学习 我现在跟大家复习 第一课 第一课 叫做 Common Nance Common Nance 华语叫做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 分为四个组别 人 动物 地方 时间 人 比如讲 mother father teacher doctor 动物 比如讲 cow goat crocodile fish bird places stevenfield school river beach satán things 东西 pan handbag chair eraser table bottle 等等 昨天我有给这个exercise 1 然后我教你自己练习 那现在我跟你 讨论一个答案 the children are sleeping 昨天如果你有做 或者今天你有做的话 你应该发现 children children是儿童 儿童就是落在人 它就是 common noun 普通名词 I wash my uniform every day 你应该发现的是uniform 因为练习要你发现 普通名词 common noun uniform是东西 东西就是common noun 普通名词 Our school is big and clean 你应该发现school school是地方 地方是普通名词 common noun my grandfather is very kind grandfather是人 他就是common noun 人在这里 your kitten is so cute kitten小猫 动物 动物就是common noun 她是这个竹笔 she has a brown handbag handbag是东西 她是这边东西 那她是普通名词 I like to collect stamps 油票 油票是东西 things 她就是普通名词 common noun ok 所以我这个是 昨天给的练习 希望你有做也知道 答案也得到全部 对 那你可以 知道一下自己多少题 对 那学完了这个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做 lesson 2 第二课 第二课呢 按照这本书 就是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countable就是数得到 可数的名词 uncountable nouns 是不可数的 那例子 countable nouns 是用在这三个 人 动物 地方 人 比如讲boys 动物 比如讲goats places 比如讲酒店 hotels 东西 比如讲books 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用红笔来写 是因为呢 things 东西有分两个组别 一个是数得到 example books 另一个是数不到 oil 而是油 油是数不到 不过油是东西 ok 所以变成 我用红笔来写 那你就比较清楚一点 今天的练习 lesson 2 exercise 1 我这边有给你12个字 你这12个字呢 你要把它写在这 这个 这个盒子里面 把它分出来 哪一些是 councable nouns 可数 哪一些是 uncouncable nouns 不可数 这样子 那你看 water是水 children 儿童 N是蚂蚁 sang是沙 school 学校 milk 牛奶 picture 图片 rice rice是饭 或者是米 soop 汤 bicycle 讲车 sugar 糖 river 和 哪一些是 可数的呢 在这个12个 就把它写在这里 哪一些不可数呢 就写在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呢 就会讨论 ok 所以 在我还没有 完成今天的 这个video 我已经教完了 想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在做的 就是这个 Dr. Lee's Method English Grammar 38 Day Challenge 38天的挑战 这本书 这个课程 不过我现在 是在做 Revision 就是复习 复习它的题目 不过里面的练习呢 是不一样的 我有开两个 online的班 就是网课 第一个网课 是从11月2号 到12月14号 七个星期的课 这七个星期呢 也是做这本书 不过整本 在七个星期 它的练习 全部38个里面 缠的 ok 然后你可以在网 跟我 见面 然后我们可以 互动 我们也可以交流 我们也可以交流 我还有看一般 SPM Intensive 就是密集版 SPM 从11月3号 到29号 12月 是准备 SPM 2021年的考试 那如果要的话呢 现在就要报名 通用 WhatsApp 跟我报名 我的WhatsApp 证据 证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